OK 同学们 预期完我们的立题第二题了吗 你能做出来没有 看来还没有 是吧 那我们来一起看看立题第二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看例二 把六拆成若干个三树相加的形式 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 挺简单的 刚才你还拆的是十二呢 现在人家只要你拆六了 这明显要简单一半吗 你还做不出来吗 是不是有问题啊 那么好 老师问问你 问题出在哪 你在哪觉得有困难了 红艳同学 你的问题出在哪 怎么了 只能参数了两种方法 只能参数两种方法 哪两种啊 三加三 三加三 还一加五 还一加五 好 那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 我觉得你应该还少了一个四加二 是吧 第二个问题 人家说拆成若干个三树相加的形式 那你这是拆成几个三树相加 两个 他有说是只能拆成两个吗 没有 没有的话 那六可以拆成几个呢 几个树三树相加 一个 可以拆成一个 还可以拆成几个 三个 两个 是不是还可以拆成三个 对 还可以拆成 四个 还可以拆成 五个 最多能拆成几个 六个 最多能拆成六个 对 拆成六个再来说相加的形式是谁啊 六个一 一加一加一加一 是不是六个一连续相加 所以你在拆的时候 你得考虑到可以拆成几个的问题 然后再去拆 对不对 对 你不能冷不丁的 想当然的就把它拆成两个 是这样的吗 是 所以我们一个个的来看 首先来看 如果我要把六拆成一个 有几种拆法 一种 一种 只能拆成 六 六 对吧 对 这个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拆成 两个 两个数 两个数我们刚才是不是也找到了 是啊 也就是啊 五一四二三三 这次人家没说 不可以拆成相同的吧 嗯 那你说可以 那再来是不是就拆成 拆成三个数相加 对 那拆成三个数相加的话 有哪种拆法呢 一种 一种啊 是吗 我们来拆一下试试啊 你拆成三个数相加 是不是要得六啊 对 首先我们六可以写成 一加二加 一加二加三 是这样的 对 其实呢 我觉得你要倒着写可能会更简单一点 因为你要想拆成三个数 另外两个数再小再小 是不是也就是一和一的问题啊 对 或者你这个最大的数再小一点就是 三加二加一 也就是我们第一种 对吧 对 那么或者你呢 能不能再想了 二加二加二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 所以它应该是有三种 那么四加一加一 三加二加一 二加二加二 是不是出来了 那么再大一点 就是拆成四个数了 对吧 那拆成四个数相加的形式的话 我们来检查一下 首先那边的是不是最小点是一一啊 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三 对吧 对 那么如果这边这个稍微小一点的话 它变成二 那给其他人的话 是不是就二二一一啊 对 因为它少一个 其他人是不是得多一个 是 那能再拿一点的吗 不能了 不能了 如果它这个地方再拿出一点 是不是它变为一了 是 那变为一如果给它的话 是不是就跟这种情况一样了 那如果不给它的话 给别人的话 是不是又跟这种是一样的了 对 所以呢 应该是有几种 两种 所以这个情况应该是有两种的 好了 这是拆成四个数 那再拆 是不是拆成五个数了 对 根据刚才的拆法 我应该先写成几个 两个 啥两个 四个一 是不是应该写成四个一的形式啊 对 好 一二三四 四个一 那还剩二 对吧 还剩二 那这样的话 这个最大数是二 那个最大数稍微小一点的话 就会变成 一 对不对 对 它小了一个一 那那个一 那那个一是不是肯定要给其他人啊 是 那给其他人是不是给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都会变成二啊 对 所以你这两种是 一样的 一样的 那因此它应该是有 一种 一种 好了 这是拆成五个数 那拆成六数呢 六个一 六个一 这个不跟小数就六个一啊 所以总的个数应该把谁加起来 把谁加起来 把这些种数加在一起 对吧 来 描一眼 几 十一 十一 所以最后答案是十一种 别忘了 写上 答 好吧 那这个题的话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了 这个题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个我们红颜同学在做的时候 想插了一个小问题 哪个地方来着 若干个 若干个 它想当然的认为成 两个了 对吧 所以在审题的时候 还是要仔细一点 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是几个 你要考虑一下 它到底是几个呢 人家题目没说 题目没说 我就应该把所有的情况都找出来 对吧 第二个问题 我在拆的时候 一开始是没有思路的 到后来是不是拆的时候 越来越清晰啊 因为到后来拆成四个数相加的形式 三个数相加的形式 是不是你会发现 你要想最大数大的话 那剩下两个数 是不是应该先拆成一和一的形式 然后让大数逐渐变小 就找到所有的情况 同时到后面的时候 是不是越做越顺啊 所以你不要怕难 不要怕麻烦 你会在做题的过程中 找出题目的规律 好了吗 好了 继继续这个题啊 那老师最后啰嗦两句话 第一个就是分类每句 你要按照拆成数字的个数进行分类 我们这个题分为拆一个 拆两个拆三拆四拆五拆六数 第二个就是关于拆数 我们要先拆大数 然后按照大数从大到小的顺序来分类埋局 我们在拆的时候 是不是先拆成 比如说拆成三个数 一定是四加一加一的形式 然后把四变小 变成三加二加一 是不是这样的 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拆 这样才可以做到我们要求的不录 不录不重 做到不录不重呢 那你的拆数就能够做得很正确了 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好了 听清楚的同学 那么在一次二题 等着你 别忘了 预训预训我们的立题第三题